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它的终极目标就是颠覆国民党 利用国民党去壮大共产党的实力 接着实行它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 在国民党一大之后 国民党的主要组织 中央党部基本上是被共产党分子所把持 于是他们展开连传的滲透颠覆的工作 《历史在兆容共与清党》第十六集 这个星期六十点钟大家记得收看 这双方就在逐一二二五一一位 我在这里是十分钟很少不到 《历史在兆容共与清党》 《历史在兆容》 《历史,历史在兆容共与清党配银丶访子》 《历史》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今天9月16日晚的馬場USB,我是尤達 我是尤達 今天下午就跑完馬,其實我們都要說一聲不好意思 因為這次我們的動物蛇馬就很一般,要出賽職 但不要緊,上星期三自己讚一下自己才中了40倍的Q 所以那天我和教主錄影 現在這樣圍回來,起碼拿回來,你跟我買 起碼收拾400元的費用 起碼不用輸,長期抗戰繼續努力 其實今天有些賽事,如果大家有買我們的旭文蛇馬 都有聽我和教主的大小初評 雖然我們的號碼就強差人意 但其實我們那個初評都說了很多玄機給大家聽 大家都要嘴咀一下 其實今次的提示,你叫做最好的那個 好一點 但是有幾場馬,阿拉拉都準備了 今次賽後都有幾個比較爭論的地方 但是當中有三場馬,特別想拿出來和大家說 我現在看影片一邊說,先播第四場那條片 這一場馬,其實我今天很特別的 我出門口的時候,大家現在看放頭那兩隻 外面那隻有一隻金威里 另外一隻就是那隻搭雪明區 我現在看到,在前面,咦?不是這條 不是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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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錯片,出錯片 第四場 出錯片 你先回來先 不好意思啊,因為我搞錯了 不好意思啊,因為我搞錯了 應該是播放第四場 因為剛才那場應該是第十場 是的 你播放第四場吧,麻煩 其實說回第四場發生什麼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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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覺得有些 出門口之前呢 我就看有沒有賽後報告才出門口 然後再想說說什麼 第四場呢 那份賽後報告呢 是我出門口的時候呢 我都還沒看到 不是這條 第四場 另外一條 你寫錯了嗎 另外一條 另外一條 你去另外一條 這條先 對 那我們看回 那這一場 外面那一隻就是金威利 然後在那幾隻 六號那隻就是熊絲動力 然後就是踏雪明 海旋之聲 那什麼事呢 就是這一場發生的 放頭那兩個人 一個是王浩南 另外一個是毛顯東 我最討厭那個 那兩個就進去 被人家嚴重召費 是召費召得 如果你們真的細心看回 賽後報告的演詞 它是很嚴厲的 雖然沒有用到992 991來譴責它 但是那份賽後報告 是很嚴厲的 大家看到的 他們兩個現在放到 斷速 第二段是21秒11的 待會我看看 斷速的圖 你們就明白 我們在說什麼 那他現在兩個 就在前面放 然後拍補那隻 熊絲動力就走 其實他想一起放 但是哎呀 真的前面太快了 那麼他跟都跟不到 結果前面那四隻 海旋之聲 熊絲動力 跟著加上前面那兩隻 金武士 踏雪明區就勉強守著第四 這樣全部都散了 現在見到外面 就見到那些 蝦少那些 就衝上來 最重要是大外檔 蝦少在內蘭 外檔就是金武士 其實金武士 是有分在手 因為他上年五班 三十幾分都還贏 就是一隻架信 結果是全部後上馬 都撞了 除了那兩隻 一隻搖前樹就是嚴峻 一隻熊坊進區就沒有了 大家就可以回來了 然後看看另外那張圖 給另外那張斷速的圖 給你們看一下 圈著那個就是今天那個斷速 頭三段是走五十七秒七一 那這個概念是什麼呢 基本上第一班都沒有放六分 還有今天有三組的千四位 一組就是四班千四 一組就是這場 另外一組就是六勇士那一場 那他是比六勇士那一場 接近一秒多些 那你想一下 那你是第五班馬來 那有什麼理由 就是你這堆一堆第五班馬 你有什麼理由指意他們可以捱尾 捱到回來呢 那大家看來 跟著我圈著那兩隻放頭馬 那個斷速大家就會看到 搭雪明區第二段就放二十一秒一一 第三段就放二十二秒九九 那兩段都是在這個二十三秒之內完成的 那你再看來就是金威利 一段就是二十一秒一一 另外一段就是二十三秒幾 那其實全部都是五十八秒之外回來 那以一隻五班馬來講 不腳遠也算好 所以搭雪明區呢 這一隻馬真的值得留意 你放到這麼快回來呢 他現在都是輸過的馬 給一些後尚馬 他都還捱到回來呢 高達利 我這樣這隻馬 下次擺個好一點的騎士上去呢 都很大機會保重 就是我自己都覺得 是啊 你可以看到賽後報告 因為那段賽後報告真的很長 不在這裏讀 大家可以自己上網看回 但是我想說一段 阿斯恩你看到那些噪詞 即是他用的那些噪詞 是很嚴重的 是差不多接近用 九十九一 即所謂那條叫做未盡全力拆騎 但是他就沒有去到這麼嚴重 他幸好就不是覺得你拉馬 只是覺得你兩個人 沒有專業判斷 那個專業的adjudgment做得不好 尤其是王浩南 是說因為他是一個有經驗的見習生 是不應該犯這些錯誤 那毛顯東就不用多說 今天其實他跑幾隻馬都跑得好 開心美麗 又放不出來 放不出來 然後又回到前面 就是進退失據 無限東 我經常覺得 講笑這樣說 你知的 他經常在這裏批評他 你老友的 他只能跑幾隻馬 一隻玉城寶貝 獅子聰 他只懂得 還有一隻色騎 不知道他去了哪 炸魚薯條 他愛炸馬 還有一隻就是旅遊多寶 只能跑這幾隻馬 可以回來了 我們節目完了之後 我就會把第四場賽友報告 我就會貼上去馬場USB的FAN page 大家就可以細心去讀 我用一個比喻 其實就等於 兩個學生進去給訓導主任 拍桌 以前讀書有打手掌 這件事 就真的全部打手掌 用很厚的駕駛來打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看這個賽友報告 你給我講完 看看他怎樣說這兩個人 另外 因為這場 我給大家參考 我全程都有看過這隻馬的走勢 還有這隻馬如果大家有看臨場 我記得昨天我跟教主錄射馬的時候 那時候是十幾倍 接著到開跑前 大概是走一圈的時候 開跑的時候只有五十幾元 五點三倍、五點四倍 最後跑完 就變成三點八倍 應該這場馬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受制於 因為那兩個建材生放頭 就放乾了 但是如果你看回他沿途的走位 這位哥仔 我就不會講了 但是賽後報告都有問他的 我這裏讀少少 因為都不是很長 就是說 未查詢有關熊屍動力的表現時 柏普表示 他未能為座騎於 末段 衝刺的走勢 提供任何合理理由 他說 熊屍動力在快步速領放馬後 走勢暢順 但於轉直路灣時 已須受摧拆 繼而於末段未能以勁勢衝刺 後來賽後就受以立刻檢查這個熊屍動力 因為他臨場最後變成大熱門 但是就說 並沒有發現任何異常之處 然後最後呢 另外就是說 熊屍動力 北今武士 或者哈嘻笑 都需要收取樣本檢驗 那我就讀了這個賽後報告 其實今天阿柏寶 其實我都覺得這位哥仔 今天全日來說 除了剛才你們說的那些 那這位仁兄 那這位仁兄 都是有些外有 我覺得有些氣 但是你說 如果看回他沿途的走勢 之前他不是說跟得很急的 那也都好像他正如的賽後報告都說 早段走勢都是暢順 但是就走走下無了 那如果大家還記得他 我昨天在旭文社馬路說的那個試襲 他其實試襲那個走位 所以跟現在跑的這場馬都是差不多的 那所以我就這樣看 或者因為有了 踏雪明驅和 無險東這件事 那我就給他多一次機會 但是這隻馬呢 我自己就記住他了 下次會再接 我覺得踏雪明驅應該下鋒都贏了 那你繼續講完那兩場 但我只是補充一點點 現在有四位外籍師傅 是未開齋的 那拍寶是其中一個 剩下那三位是誰呢 郭能 杜利來 和十三少 偉達 快點講第九場先 有自為之 好 接著是第九場 我最重要是看一隻多紅利怎樣跑 那上次 是不是有片看 又去片 直路那條 一邊去片一邊講 那多 集資第二條 第二條 是的 那就是 剛才那條 這條之前那條 是的 那說回一隻多紅利 其實這隻馬其實 不是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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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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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條 是的 那多紅利 那大家看到 多明利那件衣服 其實上次後上 這場的同德覆 其實多紅利 其實昨天如果你們有聽 旭文射馬 教主都說了那隻多紅利那些飛數都極之軟弱的 那其實都猜到 有些東西的 那但是 猜不到他 他是這樣 那其實多紅利第一樣東西 我一直都覺得這隻不是一千馬 還有他上次都是後上 這次這樣 其實他打算在內蘭 就是縣那邊 就駁位 但是 你看看他 即是他沒有一個意識去裡面找位 你看一開始已經是移了出中間 那移了去那個不利場地那裡 那隻多紅利 他沒有嘗試在裡面捐個位 那這一場就真的 那大家看回 他這樣衝上來 他不是輸很多的 他現在是走一千 最不利的那個場地 那現在他都是跑第四 他都還在運財同志前面回來 那大家看到怎麼跑 即是看他跑一千那個走 可以回來 即是很簡單 他是在那個 裡面即是近南那邊起步 其實大家會預期他好像上次這樣 捐位 這樣上來 但是 現在他這樣跑 都不是輸很多 那其實 又這樣說 那賽後報告也有說 不知道是否有理由 就說他在五百米處時 就失去了右前提的提鐵 那不知是否有 就是 最後幾步 因為看他最後四百多米 我看他的出步 都不是那麼順暢 那真是 這隻多紅利 開張旗票 最少三圓 我覺得 因為這隻馬買回來 寄望是很大 還有上一場一千米 其實展示到他的能力 這隻馬 我覺得是可以贏到上二班頂的 但是一定不是一千馬 因為其實一千跑這樣後上 其實是很虧的 除非他的後勁真的很厲害 這隻馬 其實在那邊 跑的那些估值錦標 都是跑一千二 或者一千四 會好些 那這隻馬 我等他跑一千二 一千四 應該今年應該都可以 還有兩至三個Win 因為 贏那隻同德福 都賺了一個榜 新星班又揹一小九磅 走勢都不錯 至於雲才同志 教主提供的那隻 早段他見到田太公都很努力 但是 拉斯他比下去 那隻馬反應又不是那麼多 那可能 這隻馬 可能分數都差不多 一來分數差不多 還有二來可能 又這樣說 因為那一天 是跟多熊利一齊回來的 兩隻都 多熊利都拍得好些 可能要回一回 看看他下一次 多熊利真情 我也是這樣 那再看最後一場 那再看最後一場 第十場 看後面那些 其實這一場 最主要有兩隻備忘馬 一隻叫做放馬過來 一隻叫做勢必跑 其實現在 流到最後 穿全紅色衣服 那隻 黃帽紅衣服 十三號 那隻就是放馬過來 另外 前面 大家都很熟 紅黑彩衣 就是蕭生 蕭家的勢必跑 那大家看到這兩個人 他們跑 都沒有什麼意識 其實跑這一場馬 這樣就 你見到 放馬過來 沿途就走三四疊 那看前面的紅運 前面的方向就是 紅運爵士 快樂寶貝 然後勇霸神區 愛美麗 英明勇將 和靚子晶 那跟著 見到第八位 就是陸勇士 和那隻快樂實在 那大家現在看到的 其實小必跑 和那隻 放馬過來 就是 尾二和尾三 那兩隻馬 一隻就走入面 你現在見到 放馬過來 走出四五疊 這樣轉彎 走一個很虧的位 現在開始就在裡面衝 小必跑 其實就沒有什麼意識 去 現在就嘗試 拔出來 讓他走兩步 這樣 現在大家看到 那隻放馬過來 嘩是這麼多位 現在最大外檔 衝上來的 黃寶紅衣白 就那隻 你衝回來看 現在他不是輸很多 小必跑 去到現在 才叫做 有個望空 有個位 但是撲回來 已經 走勢已經不錯 那這兩隻馬 大家看到的走勢 可以回來 放馬過來 和那隻小必跑 小必跑 其實我們做季前節目 我們都說過 這隻馬 其實已經減了很多分 有很多分 在手 其實下次他再出 無人跑 沙田或者跑馬地 應該都保重 這隻馬 我很簡單說給你們聽 這隻小必跑 今天這樣的走勢 就不像贏 因為以往 看這隻小必跑 跑這麼多場馬 他一般都不會流到這麼厚 都是中間位置多些 有時候他可以跟前一點 我看他最前幾個 很少他到最後衝一段爆上來 所以這一場 我就當他沒有跑過 也都這樣說 他是一隻千六千八馬 今次千四個步速 這麼快的時候 他跟不到 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連那些像勇霸神區 這麼準 這場陸勇試贏 已經很正 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這場馬 有很多馬 都不是跑錯了 跑不出水準 另外還有那隻放馬 更加不用說 他走蝕的位置 是比小必跑更加多 現在跑過第四 其實他那場 他已經熱身了兩次 你看看他第一局 開來日 那場輸給大騰王 其實那場馬對他 在前面跟著 斷了 這次他留在後面 衝上來 正如你所說 應該都試準了 看看他下一局 下一局是想怎樣 但是這次總結 你有什麼馬 有四隻馬要跟 踏雪明區 這隻 下次換個好少少的騎士 不是一定莫維拉 換個好少少的騎士 應該都保重 另外 多紅利 我覺得是可以贏到上二班頂 這隻馬 因為這件彩衣 幫得他買 現在叫做重回正軌 上次一千日贏到這樣 不過要真情 多紅利 真的要真情 我覺得他不是一千馬 另外 世必跑 其實季前節目 我們已經講過 另外就是這隻放馬 這四隻其實 那我就給大家 大家那隻熊絲動力 都值得再看多一次 因為其實這次 你看回沿途的走勢 沿途 拍佈在安上面的動態 再加上賽後報 他這樣的解釋 你就當沒跑過 因為你始終這隻馬 這次 是大駐落飛之下搏失 因為這隻馬 其實我之前 這隻馬 對上之前那幾場跑 其實每次都是九十幾倍 六十幾倍 最像那次就十六倍 跑過第五 輸了兩個多馬 但這次 一開始就已經有十幾倍 證明已經有人留意這隻馬 和那天的好富友是一樣的 對 所以這隻馬 就當它熱了一隻身 看它會不會很快 再出 如果再出 其實在這個班 已經是隨時起快 另外 說回來 今天雷神 威風八面 贏了五場 現在已經是 取離 田泰安 已經是 十五比九 因為田泰安 今天贏了一隻 呂英功獎 阿火車仔 今天 靜局一點點 但今天之後 他就要停賽了 所以其他都沒有什麼特別 阿火車仔 阿火車仔 剛才你已經說了幾個大師傅都沒有開齋 阿火車仔 郭鵬、鵬、韋達、杜利萊 這些我都看他們做法 但馬房今天最威風就是呂健威 出四隻贏三隻 很厲害 即是美那隻就 精明勇將 但美那場你剛才也解釋了 因為 贏那隻是陸勇士的話 這一場的水準首先是不高 第二就是有很多馬 根本就跑不了雙方 那些馬 剛才我們都說了就要留意了 所以馬房就變成呂健威 一旦就彈了上去 就已經去到前列了 羅庫泉今天 一樣有馬贏 其實他另外有幾隻都叫做 尤其是香川輝煌 所以剛才我講拍寶 拍寶 拍寶一隻香川輝煌 跟這隻紅絲動力 那種動作是很不同的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還有另外今天蔡若翰也開了差 蔡若翰本來今天未開鎖之前 他是練馬師綁尾 剛剛排到最尾 也不是綁尾 你麥菲不是未出馬 你今天也沒有出馬 但現在開了鎖 憑著全熱門的首映 不過蔡若翰 我都是通常慣例到 11月12月 我才開始會留意他 還有他那些馬 就很少 即是貴初 即是除了新馬 很少他貴初那些馬 一出就很快 很多時候都要排入兩步 這隻手影就已經算是 今天幫馬主 又贏了75萬 好了 今天的賽事 就講著這麽多 因為今天 我們又不用給貼士 又不用出那些 我們那些月費專項 所以也都想趁這個 今天這個時間 有些空間 想同大家 重溫一些 剛剛過去這幾個 兩個禮拜 兩三個禮拜 在世界各地發生的 就是跑過一些很重要的賽事 因為其實 接下來 10月就海船門 那 有些馬 還有中間那段時間 除了有 海船門的預賽之外 其實就 冠軍 冠軍系列 就是剛剛那個 愛爾蘭冠軍錦標 也都已經是剛剛跑 也都之前跑了 那麼 本來就 本來這場馬 給我 我就很期待 其實 但是今天 但是今次 因為有隻 遠近慈明 又有邱吉爾 莫克元奈 那些 那些馬 其實這場馬 都有些 焦點 但是為什麼我說 我很期待這場馬 因為我原本是想著 北部園區 是會跑這場 那麼 那麼 誰知道北部園區 就因為輸了一場補充 直接 蓋棋 就完全 直接 連遠征都不去 所以 變了 這一場馬 就 那個戲馬 就差了些 或者這樣說 外爾蘭冠軍錦標 其實賽前這一場 外爾蘭冠軍錦標 在榜上面的名 還有這隻 當代名著 還有這個 炒鬧不休 那時候 那個賠率 就是外國那邊 都還是有 有得分下的 就是邱吉爾 但是 當這隻 炒鬧不休 和當代名著 決定不跑這場的時候 其實邱吉爾 臨場的賠率 是兩倍都沒有的 即是如果用英國主要的 那個 是的 你現在看到 待會我們會給大家看 即是 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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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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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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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1 2 2 1 2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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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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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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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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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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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勲勇著,跑完這場馬,曾經有些網友說這隻受勲勇著 他離開了愛爾蘭就一般,因為他另外一場一級賽 就是贏了一場達度數金杯,即是五月那時候 現在他兩場一級賽都是愛爾蘭,但你看到他一離開了愛爾蘭去到英國 就好像差一點了 其實這一場艾紹禮,他那個末段的發揮 跟之前的柏少雷騎這隻受勲勇著,就有些很明顯的分別 這隻馬他給的反應很好 其實早段的步速很慢,也可以這樣爬上來 拿到這個頭馬也不講得少 遠近前面,因為他主動的跑法已經是跑得一絕 但始終他在前面跑,他都已經控制了步速 最後就是差一點,因為他是三歲馬 雖然他有六磅羊,但三歲馬始終 如果你說這場童場有四匹三歲馬,他就算是跑得最好的 反而邱吉爾又是... 當我跑過的 又是跑過的,或者可能拼得太多 我們給大家看一個賽果 結果都很簡單,看看彩衣 這隻受勲勇著就冷滿身份贏了 當地博企就二十倍 那隻私人自巨,其實跟他一起在外面掩上來 其實都是吃了那個形勢 這隻馬他都... 杜遜誠成,幫司徒德 司徒德著士,都跑到第二 其實這隻馬,他走得都不錯,四平八穩 那麼遠近馳名就捱到第三 已經是說了,遠近馳名就將會... 即是已經是部署跑海船門了 跟著就是第四,就是月色餘患 那麼邱吉爾,你看到,Churchill就是跑第七 那麼另外,莫克園捱另一匹惡拜人 其實惡拜人的三匹就分佔五六七位 就是太基陵,第五,第六... 最冷那隻走前面 最冷那隻就在前面,熱那隻就在後面 其實有些人就會問一個問題 為何這隻太基陵不在前面做兔子呢 這次,沒有兔子 那就差一點了 但是可能莫亞覺得 他對這隻馬很有信心 所以他都不需要做Pace Makeup 而且他都預期可能 你這隻遠近馳名 可能都是跟前面 因為他上一次都是這樣跑 那就對了,有一隻就省多一隻 但其實這一場馬,他跑得也是馬馬 反而這場馬我覺得最欲痛 最心痛的就是那匹幻想大 到現在還在跑 其實他很多年前贏這場外爾蘭冠軍錶 很多年前 現在已經換到沒有人可以換 連史賓沙都不跑 終於這隻馬應該都差不多了 所以這一場 其實為何不早點要去配種 對,我就覺得奇怪 其實以他的賽職是可以拿去打種的 對,可能他 找不到牧場 可能找不到牧場 而且始終這隻馬 可能他們覺得 又跑得下 但是這隻馬 今年都差不多了 可以先回來 講完這場外爾蘭冠軍錶之後 這一節的時間差不多了 但是在這一節講完之前 今天下午 在澳洲發生了一件大事 發生了一件什麼大事呢? 我先給大家看一段影片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告訴你們 不要走開 去走開 如果他難以輕易運 打開 最難以後 看得到 先是勝利 的亮度 在第四節 還要重新 翌月 他會反而 為兩年前 但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wo and a half further back to Foxplay, similar margin then to Happy Clapper, Winks is still two, three further back behind Happy Clapper, boy she's giving away a big start, then Heaven's above and McCreary's last of all, Parr really starting to up the ante, coming around the turn on Red Excitement, boy Winks is still third last, Red Excitement swings in front of McIntosh, here comes Happy Clapper and Foxplay, and now the champ gets going down the outside, Red Excitement being tackled by Happy Clapper, but Winks is chiming in, here we go again, Winks from right out the back, powers away from Happy Clapper and Foxplay, and the champ makes it 20 in a row, Winks goes on to win it from Happy Clapper, Foxplay a distant third, followed then by McIntosh, McCreary, Heaven's above, Ecuador and Red Excitement was the last one to finish, She just keeps on producing, 20 in a row, well she seemed to be a long way back coming around the turn, but Bowman didn't panic as usual, she's run the time of 1.33.65, it's a race record for the George Main, 1.33.65, Red Excitement, trying to slip away again around the corner, and Happy Clapper was the first to tackle her, but Winks paying $1.12 with bookies at the track today, and she has sailed down the outside for yet another comfortable win, A couple of lengths behind Happy Clapper at the 300 metres, the placings will be semaphored shortly, 7.1 and 9, we'll run a check on 4th, 1.33.65, outstanding stuff again by the champ, Winks, and Bowman gave her one little love tap over the neck inside the final 100 metres on route to yet another very cosy performance. Thank you very much.